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 许多时候都要沿着蜿蜒的大运河 前往他心仪的南方 乾隆南巡总是要携带大量书画 这些书画大多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 对这一类藏品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研究 将其细称为乾隆南巡行李箱里的书画 那么乾隆南巡的线路是如何选定的 他的行李箱里又藏着哪些书画宝贝呢 中国清朝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的夏天 乾隆皇帝正在宫中处理政务 大臣董邦达求见 君臣二人一番寒暄之后 董邦达神秘地拿出了一幅画作 说要尽献给皇帝 董邦达是清朝著名的画家 最擅长墨比山水 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董邦达的画 他觉得董邦达可以与董元董齐昌并驾齐去 称其 也就是说 绘画艺术界都被你们姓董的占权了 乾隆觉得董邦达的山水画 已经到了繁简皆家运转自如的境界 所以对于董邦达的进线 乾隆自然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这次董邦达进线的又是什么画呢 只见画作徐徐打开 一幅山水长卷映入眼帘 画作长达361.8厘米 名为西湖石井 其实里面画了西湖的景点多达54个 画作以西湖湖面为主体 远处山脉起伏 气势磅礴 近处碧波荡漾 树影婆娑 著名的断桥残雪 韵味十足 不远处的大佛寺 静密清幽 来凤亭 禅除山 更是再现了环湖周围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董邦达进线西湖石井图 只是因为杭州西湖景色优美吗 其实有很多的官员应该都会很希望 秦龙皇帝可以到他们家乡去走一走 或是停留得久一点 那董邦达画的西湖石井卷 其实就很能够说明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跟努力 这个卷子的名字虽然叫做西湖石井 但是如果你打开来看 你会发现画上的那个红色的方框的榜题 它总共标了54个景点 当皇帝打开来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惊讶的感觉 光光一个西湖就有54个景点可以玩 董邦达似乎像他提出的一个保证 帮你玩不玩 有太多可以赏玩的地方 有点像引诱他赶快来西湖玩吧 记得要多停留几天哦 原来当时正是乾隆计划 第一次南巡的前一年 乾隆兴致勃勃 大臣们也是周密计划 董邦达是浙江富洋人 离西湖极近 董邦达对于西湖实在太熟悉了 为了吸引乾隆南巡到家乡西湖一游 他专门进献了西湖实景图 这幅画作正像是一幅招游画 乾隆看了这幅西湖实景图 极为赞赏 留下了长达两百多字的提拔 乾隆说 对于西湖他早就闻其名 知其美 这幅画又画得这么好 最后乾隆直言 明年春月筑翠华 亲印证之揪所以 也就是说 明年春天我就要南巡了 我就可以亲自去印证 实景的西湖 是不是和你画上的西湖一样美 可见乾隆皇帝对于西湖之行 充满了期待 其实 在乾隆第一次南巡之前 他并没有亲访过江南 所以他对江南的所有印象和知识 都构筑在书画古籍和他人的描述上 行前 官员们详细地绘制出南巡预定的路线 沿线会经过的山川名胜 雅鼠设施 行工安排 地方严格与史记原流等等资讯 都要列在上头 连每一处休息站的距离 也都算好写清楚 乾隆南巡继承图 就像是我们现代人的旅游攻略 乾隆根据具体情况再做调整 最终确定整个行程 在这份乾隆南巡继承图中 杭州西湖自然在列 有专家戏称 董邦达就像一位西湖旅行社的助经代表 他不遗余力地向乾隆介绍西湖 希望吸引皇帝到西湖一游 西湖实景图呢 也的确挑起了乾隆的游幸 他要欣然前往西湖了 那么到了十地的乾隆 觉得西湖真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吗 清朝乾隆十六年 即公元1751年正月十三 乾隆皇帝带领皇太后和皇后嫔妃 随从大臣 侍卫人员两三千人 浩浩荡荡从京城出发 一路向南 开始了他第一次南巡之旅 乾隆开始走的是陆路 经河北山东两省过黄河后改水路 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南下 近一个月后乾隆进入江苏境内 经扬州 镇江 长州 苏州 最后到达浙江的嘉兴杭州 乾隆南巡一路走一路看 旅途比较漫长 或许是为了打发旅途中的时光 或许是与大臣连欢 也或许是为了印证他收藏的画中美景 与时景是否相符 乾隆随身携带了大量的书画作品 成为他旅途中重要的精神食粮 被专家戏称为 放在乾隆行李箱中的书画 行李箱中的书画 不少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通常是与旅途中会经过的名胜古迹 或者是与著名的文人典故相关的作品 关于西湖的作品 在旅行箱中还有一件 是董邦达的另一套作品 《西湖四十景策页》 第一次南巡到达西湖的时候 正值初春 江南的一派春光让乾隆流连忘返 后来乾隆每次南巡都必到杭州西湖 而且多次让董邦达绘制了各种版本的西湖图 乾隆钟爱西湖 不仅因为这里的山光水色 更是因为西湖自古就是人文晦翠的地方 白居易 苏氏 杨万里等等无数文人默刻 在这里留下足迹和诗篇 乾隆在西湖的行宫位于西湖孤山上的圣阴寺 相传 北宋时期有位著名的诗人叫林布 他博学多才 不过天性孤傲 淡薄名利 林布在西湖旁的孤山隐居 他常常驾着小舟便游西湖各寺庙 如果有客人来拜访他 童子就会纵贺放飞 林布见到就会回来 林布终生不适不娶 喜欢执眉养贺 自称以眉为妻 以贺为子 人称眉妻贺子 乾隆皇帝欣赏林布的才华 他在西湖的行宫叫做圣阴寺行宫 就是在一个非常著名的北宋林布 每期贺子这位林河靖先生 隐居处的前方就是有个圣阴寺 他每次去西湖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去看看林布的木 以及隐居处的孤山 然后在孤山上他要做什么事呢 他就把他得到的林布的诗铁卷 就是林布曾经写了五首诗送给他的朋友 他就带了那个卷子去 然后面对西湖大声朗诵 朗诵完毕以后就觉得 他跟林布产生了这个穿越般的了解 互相的变成知心的朋友 之后就会相当感动 然后再留下另一首提诗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林布手杂二帖 是乾隆曾经带到西湖欣赏提拔的作品 手杂用笔硬朗 具有细瘦清净的风格 也正反映出林布甜淡高谷的个性 而随着到西湖的次数越来越多 乾隆慢慢地不满足于 仅仅是赏景提诗了 他甚至做起了画作的考证工作 乾隆二十二年 即公元一七五七年 乾隆第二次南巡 在西湖畔的圣阴寺里 乾隆看到了一组十六罗汉象 相传是五代冠修所画 画上人物个性鲜明 乾隆看得饶有兴致 他就问寺里的住持 这些罗汉象都叫什么名字啊 住持低下了头 不好意思地说 由于年代久远 罗汉象的名称老僧 也不是很清楚 乾隆又问 那罗汉的顺序如何 哪个是第一个 哪个是最后一个呢 住持还是答不上来 乾隆一听 不但没有怪罪住持 反而来了兴致 他命人将十六罗汉象 带回宫中 南巡之后 乾隆忙里偷闲 亲自对这些罗汉象做起了研究 最终乾隆确定了罗汉象的顺序 及名称 在每一幅画像上 留下预题诗 并标注其顺序 将其画作进行修复 装表 最后送还圣音寺典藏 圣音寺的住持 感激涕灵 如获至宝 可惜的是 灌修亲笔所画 乾隆亲自考证的十六罗汉象 如今已经不知所踪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十六罗汉象 是乾隆让宫廷画家丁冠棚仿制的 与灌修作品如出一辙 在这十六罗汉象中 对于第十一尊者 乾隆觉得尤其特殊 画中罗汉额头隆起 侧坐于枯树之下 右手执扇 左手提起 食指中指稍驱 有点像打枪的手势 似语非语 让人过目难忘 乾隆皇帝专门下旨造办处 照着此画制作了一件玉雕作品 留作他旅行的纪念 乾隆门巡途中 接驾的大臣很多 如果大臣赠送的礼物 都被皇帝收进行李箱 是极大的荣誉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 都有机会送皇帝礼物 范仲淹的后人范瑶 怎样巧借机缘 送出了一件让皇帝欣喜的礼物 国宝档案带来大运河传奇之 路贡书画